这是我表弟伟航 从小喜欢画画 后来就摆了石 做起了玉雕 现在在圈内很小有名气 来表弟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李伟航 对了表弟 昨晚我收了一个材料 再帮我做个上水牌 那等我这个画完 回去看一下 好嘞 这件材料还挺不错的 你没有发现棉很重吗 这个棉虽然看起来很重 但是它只停留在表面的一层 我们完全可以先把它给挖掉 挖掉之后 把形给它取归整 好了 压完毛病之后 我们看到这个种水变得更明显了 现在开始进行设计 利用好它这件材料的一些糕点 来挖一些图案 然后用一些树木 用来折盖一些 有关无粟 从明何旧幻想新世书 在越来短阳俘想写去他情书 陌生花开满梦想入图 想原来有贵人 骂他千草胸脆 好了 现在这件作品已经做好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把剩下没有挖干净的一些棉絮 给它敲成了一些平台楼阁 还有一些树 糕点的位置 我也给它利用起来 敲成了青山瀑布 使它整体的一个饱满度 得到了一个最大的一个保留 这件作品的名字呢 我给它取名为远远流藏 接下来就把它抛光起来看一下 让我们期待它的一个出货效果如何 这件远远流藏现在已经抛光出来了 整体的一个出水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后面呢也是非常的纯净 正面它也没有太多的杂质 你们看 在自然光下它的种水是特别的冰透 而且它的棉絮也少了很多 整体的一个浪次是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你们看了喜不喜欢呢 相信表哥他也一定会喜欢的 走 我们现在就把它拿给它 注意我是认真的 请记得点赞光注哦 好 好 好